不追逐名利 让众生快乐 要心中平和啊 都是学佛人 都是好人 我们要爱他们 要心中平和 我们要有悲悯之心 要记住 我们对谁都要悲悯 就是说 要可怜他 因为你可怜他 你心中的恨 就会少一点 你越可怜他 你心中的恨 会越来越少 你去恨他干嘛 多可怜的人啊 你们看看 你们自己可怜不可怜 一会儿这个出事 一会儿那个出事 一会儿这里痛 一会儿那里伤 家里天天有事情 没有停的 多可怜人家 心里就有爱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都是一样的 因为心是一样的 佛心是一样的 良心是一样的 我们善良的本性 是一样的 都在一样的学佛 我们就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圣人 这就是歌曲中说的 一样的天空 一样的阳光 一样的生活 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 我们是不是用着一样的水啊 我们是不是呼吸着一样的空气啊 我们在观音堂里面 是不是一样的学佛啊 我跟周阿姨有什么区别啊 男人女人有什么区别啊 好人坏人有什么区别啊 都是人 问题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人 那就是更一样了 平等心 师父刚才给你们讲的那一句话就是 学佛人必须要有平等心 接下来 师父给大家讲 要带给众生快乐 不要给别人带来痛苦 你们现在 有多少人给别人带来痛苦啊 自己苦一点了 马上去告诉人家 一边哭一边讲 让人家跟着你一起痛苦 要知道 一个人腰痛的时候 你不停地给人家说 到了后来 听他讲的人 腰也会痛 知道吗 这叫感应啊 老婆整天数了 我很痛苦啊 我不想活了 天天在老公面前说 我不想活了 到最后 他还活着 老公说 你再这么说 我先不想活了呢 因为你把他弄得不想活了 少给人家痛苦 多给人家带来欢乐 菩萨给我们带来的是欢乐吧 菩萨什么时候 给我们带来痛苦啊 心明眼亮 不痛苦 坦诚吃慢疑 都是烦恼 最让自己烦恼的 就是怀疑人家 人家在讲话 你怀疑人家在说你 接下来 烦恼就来了 他回家晚了 想想他在外面吃的什么东西 想想你的冰箱里 少了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烦恼就来了 你们脑子就这么好啊 我有时候跟马阿姨开玩笑 你把冰箱拉开 你全部记得住吗 冰箱一拉开 哇 我这东西怎么没了 马上脑子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到底谁拿了 倒过来一想 我吃掉了 烦恼陪着你好几天 人不要去太相信自己 人不能谈臣吃慢疑 不要去怀疑人家 因为怀疑人家 就是不正当的 见到的东西 叫邪见 如果是正见的话 我相信你就叫正见 我怀疑你就叫邪见 我刚刚桌子上还放了五十块钱 怎么一下子没了 你首先想到这个人不会偷 你正见 你心里舒服了吧 想一想 说不定什么时候被自己用掉了呢 想不起来了 明明放在这里的 为什么没了 好了 正见没有了 接下来 邪见开始了 这个人在我房间里的 刚才明明在的 怎么会没有了 可能就是他拿的 好了 你的烦恼生了吧 你问他 他说 没有啊 我没拿 还抵赖 烦恼加重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你们 正见 就是首先 你要相信他 你就不会产生烦恼 你一邪见了 你不相信他了 你就产生烦恼 你们这种事情 还做得少啊 明明这个东西 放在那里的 你们记错的 有没有啊 刚刚还在的 怎么一下子没了 一辈子 这种事情有多少啊 有些人嘴巴里还说呢 出轨了 闹鬼了 是你们自己的脑子 不够用啊 你们的脑子不好啊 邪见之后 就是不正见 不正见 就是边见 边见就是 不是从正面 去看这个事情 从边上 去看这个事情 看出来都是歪的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去看电影 坐在当中看的人 和坐在边上看的人 看着荧幕 那是两个概念 坐在当中看的人 影片中的人脸 是很好的 从边上看上去 那就是宽荧幕 脸全是扁的 那你说他眼睛坏了吗 没有 边见 所以要放弃 属于不正当的见 凡是不正当的见 我们全部都要防止 放弃它 比方说 这个菜端上来 怎么这里 像给人家吃掉过一块吗 马上偏见就来了 首先 不去怀疑这个事实 就是正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首先想到的是 有人会偷吃 偏见来了吧 所以要放弃 自己的怀疑 否则都属于 不正当的见 有缘众生 一定要好好地 改正自己的邪见 不正见和边见 我们在人间 实际上 吃苦头 最大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头 都是在这两个问题上 这两个最大的苦头是什么 就是明和利 想一想 现在有贪官下来了 他吃的最大的苦头是什么 是明和利 为钱 做出那些不好的事情 为争明 最后失去了明 所以明利 是罪害人的 明利 我先跟你们说明 一个人的明 是虚伪的 可恶的 不要去追求明 有什么意思啊 洪先生 他不追求明 你说 叫洪先生经理 他是这样 你叫他洪先生 他也是这样 他没有为明 那你说 给洪先生 挂个总经理 那人家 还叫他 洪总呢 明是假的 虚的 你说不定 哪天不来了 你是什么经理啊 你今天在 就算不叫你经理 你也是经理了 不要去贪图 虚的东西 这是一个 表面 而不实在的物质啊 比方说 你是个教授 到了晚年 你得了脑溢血 你什么人 都不认识了 你还是什么教授啊 你什么都记不住了 你还是教授呢 假的啊 你今天做一个总理 你明天下来了 你这总理没了 这个都是虚的 因为明 会使人增加固执 因为我是卢台长 所以我就必须这么样 我错了 我也不承认 因为我是卢台长 不是增加你的固执吗 因为你在领导里做 所以你就不会错 是不是啊 因为你是妈妈 你永远都是对的 女儿永远都是不对的 儿子永远是混蛋 老子永远是好汉 是不是增加自己的固执啊 而且为了明 你会增加自己的 高低尊卑之分 就是高低贵贱之分 觉得我有名了 我是名于会长 我有名了 我是谁谁谁 有什么用啊 很多艺人 比如说林青霞 嫁了个老公 老公那个时候 到处去讲 我是林青霞的老公 为了明吧 离婚了 他还要面子 我是林青霞的前夫 换了一个演员 结了五次婚了 哎 我是某某明星的 第三任老公啊 你以为是人大代表啊 这么光荣啊 你说 明害人不害人 因为有明之后 就会经常跟人家争执 我是正的 他是负的 什么正 什么负啊 不要去争 你们所有的弟子 都是为红法服务的 比如说 蓉蓉和马阿姨 谁的菜烧得好啊 比啊 今天在东方台 我们开始厨艺比赛 选出谁最好 你把蓉蓉选出来之后 马阿姨明天说 师父 你以后就请她来烧菜吧 是不是啊 名利上不是有高低了吗 你把马阿姨选出来最好的话 过几天聚餐时 叫马阿姨一个人烧好了 马阿姨这么大年纪 怎么烧得了啊 这么多人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能力啊 都是来红法的 谁做得多 谁就是菩萨 有什么好比的 丈夫跟太太说 我什么都能做 那你生个孩子看看 条件不一样 修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境界也不一样 做什么事都不要去 贪图名利啊 你自助得 就带我出现 我愿一顶 别的 有没有 我给你 说 我 怎么 有 那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